公元1406年 明城组朱棣下诏 迎建紫禁城 一座伟大的宫殿 由此诞生 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 以木结构为主的 古代宫殿建筑群 在它建造和修缮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大宫建筑 一套完整的 具有严格形制的 传统宫殿建筑施工技艺 被称为官室古建筑营造技艺 瓦木扎实土 油漆彩画壶 土座 石座 搭材座 木座 瓦座 油座 彩画座 表壶座 它们构成了紫禁城银扇中 最重要的部分 这八项技艺 行内俗称 八大桌 在紫禁城里 形质可以被触摸 庄严可以被感受 唯有土座 隐匿在世人面前 六百年来 它以历史的纵深 构筑紫禁城的厚度 坚固 耐久 稳定 是承载连绵电域 重要的根基 土座 是紫禁城中 关于台基 地基 等土方工程的营造技艺 紫禁城宫殿地基的做法极为复杂 需要先将原有的自然土层 全部挖去 然后重新一层层 对地基进行夯住 泰河殿下的地基垫层 由一层灰土 一层黏土 一层碎砖 一层卵石 反复交替而成 其中最重要的灰土层 以石灰和黄土 按一定比例配置而成 俗称三合土 这种灰土坚硬密实 既可以更好地防止建筑基础均匀下沉 又能将建筑与自然土壤有效地割开 对建筑防潮十分有利 土座中灰土层的营造 按木荷荷底尺寸的不同 分为小荷荷荷和大荷荷荷 两种做法 紫禁城宫殿地基 多用工艺更为复杂的小荷荷荷荷做法 首先将开挖的基础 用卧打三遍后 虚扑一层灰土 并用双脚在灰土上踩一至两遍 这叫纳须 之后用拐子在须土上打眼 使土层中布满多而密的流星拐眼 再铺一层灰土挨次踏平 待两次铺的灰土厚度达到七寸厚 用焊夯杆打四遍 这样灰土便会在更高的压力下趋于密室 焊夯之后的工序是落水 就是将水泼在夯好的灰土上 把灰土阴湿 落水后在灰土上撒一层白灰渣或砖灰渣 等灰渣吸收水汽 起平夯一遍 行高夯一遍 打灯皮夯一次 再打玄夯一至三次 打夯后还要在灰土上泼糯米汁 糯米的粘性便会将灰土牢牢地粘在一起 使土层获得很好的整体性和柔韧性 最后再打两遍大卧 大卧成活 灰土注实浸透之后 体积膨胀再夯实 质地就变得致密而易坚 形成宫殿坚实的基础 紫禁城从明代建成至今 没有因地面雨水的浸泡而下沉 也没有因为冬天的冰冷而变形 历经多次地震 仍完整流存至今 用挖 夯 田 筑记忆所筑成的地基 坚固耐久 厚而在 静静地聆听着后来者的足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稳重承载住威严 用坚韧吸纳着气脉 这块大理岩来自青椒房山的大石窝 它凹凸不平 极不规则 很难达到用料的精准尺寸 石料加工的第一步叫打荒 工匠需要确定一个较为品种的面 用针子和锤子将多余的部分凿去 凿平后以一个最低点为准 在石料上用墨斗弹上墨线 术语叫装线超平 之后沿着墨线用针子慢慢凿出石料的平面 由于针子的尖为四棱锥形 制作出的平面带有许多细道 需用扁子进行踢凿 把面踢凿平 打磨出石料的自然光泽 这道工序叫做扁光 除了扁光外 在石座里还有耍道和舵斧的不同做法 耍道又称打道 雨水勾盖 玉露石等多为耍道做法 台名石 踏舵石 锤带石则多为舵斧做法 剁斧时先用石斧剁粗斧 再剁细斧 剁三遍斧留下细密均匀直顺的腹痕 在剁完斧剂后和耍道后还要刮边 用扁子将石活的边角部位剁好的斧剂 或刷好的倒凿剂做成平面 与耍道 剁斧等石料表面工艺相比 石座的踢凿花火则是一项更为精细的技术工作 沿着线轮廓用扁子扁光加细 凹凸起伏的变化 光滑细腻的纹理 金雕细着间 纹样循循如生 龙 花草 柳鱼和山崖 就是这样在粗刻与金雕间演变出历势的厚度 雕刻好的石构件经过运输与安装 呈现出精美别致的造型 石座的台基 是紫禁城建筑形成稳固视觉形象的重要因素 台 观四方而高折 紫禁城中轴线上 中国最高最大的土字高台 是太和殿下的须弥座 高台上 踏舵边 木之所及都会看到一模模文样精致的石雕栏杆 由地幅 望柱 蓝板三部分组成 起着蓝格和维护的作用 宣示着规矩 等级 愿景 给人以整级 宿目质感 三层重叠的石雕须弥座 基座最下部是硅角 对称分布为上方下方 上下销中为竖腰 1142个吃手分布在望柱之下 水与石的碰撞 是装饰与石用的结合 踏洞 由低到高 射击而上 石雕预露 置于踏躲中间 一条由石头铺满 只有皇帝才能通过的预露 铁与石的碰撞 从操石变成虚拟石座 吻成着木建筑 威额所力的职责 泰然处之 吻而持重 石座是凝固的艺术 也是永恒的记忆 1888年 光绪大婚前夕 一场大火将太和门全部烧毁 皇帝大婚 皇后的花轿 必须经由大清门 天安门 端门 武门 太和门的中央大婚 宫门进宫 婚期已尽 不可更改 慈禧太后下令 召集记忆最高超的 搭财将人们 扎起一座太和门 这座利用搭财工艺 筑起的太和门 辉弘稳固 撑起了紫禁城皇家的威严 更展示了 更展示了搭财匠人们的精湛记忆 搭财作 是紫禁城中以架木搭设 扎财 横降为内容的营造记忆 除了搭扎彩棚外 这种传统而科学的技艺 同时扮演着紫禁城建筑师宫中 搭建脚手架的角色 搭财作的第一步是备料 成熟高大的山木 经过选料 去脂 加工 被切割成4至6米 和8至10米的长度 运进工 成为搭财所用的砂膏 搭脚手架时 首先将最长的山木杆垂直立起 匠人把这根木杆称为立杆 立杆是脚手架的垂直构建 起支撑作用 用马脚临时固定后 横向1.5米处 再属一根立杆 在两个立杆之间 绑扎一根叫做顺水的横杆 是水平构建 起拉接作用 水平方向的另一个重要构建 叫排木 它是连接双排架子近身之间的短木杆 在旗上铺设脚手板 每隔3至4根立杆 绑扎一副排木 将其与顺水绑扎牢固后 再将其他立杆支起 立杆 顺水 排木 构成了一个架子的三维方向 并通过呛稳定 四者之间的位置关系是 呛在最外圈 然后是立杆 最后是顺水和排木 在架子主体搭设完成后 铺设的操作空间叫盘 是工匠们占的脚手板 立杆 顺水 呛 排木和盘 构成了一个脚手架的整体空间格局 其中绳子是节点连接的关键 绑扎绳结的技术 也是决定整个脚手架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 主要的绳结类型有半边椰结 麻花结 银定结 瓶子结等 今天 搭材做传统的材料已经逐渐被取代 主料木材变成了现代金属管件 捆扎木材的绳子也变成了金属卡件 但是最重要的搭接关系 依然延续着中国建筑的智慧 盘户交错 相复而成 搭材作 以它懂有的形式 封存在紫禁城建筑的建议 屋顶 飞烟 曲线 神韵 尽错综之美 穷技巧之变 结构恰到好处 使木座最和谐的分寸 七千年前 和母杜人就发现 自然生长的木材 其柔韧性可以让木构件凹凸不尾相结合 这种轻巧的损毛结构 让木与木的结合 成价起屋顶的重量 由此 木成为了文明繁衍的重要载体 中国传统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体 由此 木座便成为银扇中最重要的主座 木家更有百亿之首的美誉 木座分为大木座和小木座 大木座主要用于屋架结构的木构建营造 紫禁城是世界现存最大的 以木结构为主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凝聂与 fountain的几顶建筑群 就是 cuanto银扇 川的凯造轻城的 impossible 这种构造精巧 逐层纵横交错叠加的损帽结构 将最外层的横垫挑出 使建筑出岩更加深远 形成壮美别致的造型 方围斗 弓围拱 斜长围昂 斗拱 按照山面压颜面的构建组合规律 逐层安装 纵横构建 石子搭交接点和石子矛口 各层构建水平跌落时 凭按销固定 这些横纵构建 既相互咬合又相互限制 使得斗拱形成一个巧妙的力学构建 通过过渡 将大面积的核赛 可靠地分散传递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力学作用 斗拱的营造从悬料开始 用勒子在木料上刻画出直线 再以中线为轴左右度量 磨斗弹线 竹笔结线 运用拉杆钻 运用拉杆钻 豹子 斗子 扁铲 各种传统工具 巨鸽 爆销 砍凿 分毫分离 匠人必须时刻熟人在心 正是这样精确的尺寸计算 才使得供电搭建的过程中 俄方和岩柱能够进行精密的损毛配合 止损湖面与岩柱的湖面相配 包住岩柱的湖面 上下半斤的差值可以精确到毫米级 柱 梁 方 岭 船 旺板 各类构建 几乎要全凭损毛结合在一起 出上墓 以带梁工 出细活 以成大美 精巧玲珑的小木座更讲究和谐的分寸 小木座主要用于门窗 隔扇 枣井 花罩等室内装修的木构建营造 它们将既简单又复杂 规矩又灵活的建筑技艺 发挥到了极致 龚宇之上 一横一树 一撇一纳 独立式方寸 合起来叫乾坤 担机神兽 龙闻瓦当 宁神守望 浮云变幻 瓦座 连接起泥土与天空 是紫禁城 砌砖瓦的营造记忆 瓦 来源于地上的泥土 据天宫开悟记载 水火寂寂而土核 上洞下势 以避风雨而临见烟 瓦成形于火的烧制 却用来分离雨水 在为人们遮风避雨的同时 保护着木制的屋顶 飞岩 起到加固屋脊 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 与常人想象的不同 瓦座还包括砌砖漫地的营造记忆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琉璃瓦 俯瞰紫禁城时 高低错落 庄重灰红的琉璃瓦 连成一片璀璨的金色海洋 也彰显着严格的等级秩序 黄色属土 土居中 帝王居天下之中 因此黄琉璃瓦 是等级最高的 屋顶上常见的瓦键 有滴水 沟头 瓦钉 底瓦 铜瓦 炮寿 走寿 呛寿 锤寿 正稳 宝顶 或清零 或朴实 或威严 为厚重的建筑物 平添几分趣味 让凝固显得欲动 灵活而不失分寸 它们是观世建筑装饰与功能的理想结合 瓦键到瓦面 是瓦座多道工序形成的结晶 琉璃瓦的铺陈 分为扇背和瓦瓦两个阶段 扇背 是屋顶的保护垫层 位于旺板之上 从旺板勾缝开始 用灰将旺板之间的缝隙勾抹匀石 勾完即可扇护板灰 用以保护旺板和船子 护板灰上为泥灰背 主要有调整浪线的作用 也可谓屋子保温 待泥灰背七八成干时 进行拍背 然后扇抹青灰背 青灰背是屋面的防水层 分两层扇抹 第一层扇抹石 用抹子把灰抹平 第二层扇抹石 需随扇随拍麻 抹完带六七成干时 进行拍背 溜江压活 层层铺垫 夯实底子 传统工序一道少不了 待扇背干透后 便可进行瓦瓦 即铺成琉璃瓦 不同形制的屋顶 有不同的做法 以紫禁城中常见的 歇山顶为例 瓦瓦时 首先需挑铃铛排山机 然后冲边笼 再用挂线的形式 进行测量 保证瓦面的平整度 挖底瓦 按传统做法 需做三搭头 保证在一块底瓦 出现破碎的情况下 水仍不会流进瓦面下 底瓦泥要打足 瓦要按时 周正 不偏不摘 背瓦去 扎缝 挖铜瓦 甲龙 捉捷 心灵手巧的匠人们 手中的瓦刀 瓦子 杠尺 各自其之 机理 见证了传统与科学不谋而合 瓦的周正 与人的心气一脉相承 定而妄动 动静灯关 历经紫禁城所有的繁华与沧桑 我们守望着历史的轮回 从无意称心 到有意为之 层叠之间厚薄有度 游坐 是紫禁城中为保护木构建 而施以地障游士的营造记忆 石光道回到六百年前 紫禁城汇聚着中国最精巧的游士工匠 他们终其一生 用最精湛的工艺 为这里抹上最为醒目的色彩 与金色的屋檐 白色的玉桥 灰色的大地相衬 这满目的珠红早已成为城中坚实的庇护 在珠红色的油漆质下掩盖着坚实的地障 这是用油 灰 麻等材料 对木构建表面进行处理的工艺 具有保护木构 趁底找平的作用 灰油是制作地障的主要原料 经过水的洗礼 火的力量 翻炒 熬煮 扑去自己原本的特性 取油入水 成珠不散 极为熬成 斩砍剑木 是做地障的第一道工序 对于旧构建 要去掉旧灰皮 砍出新木茶 对于新构建 则要用剁斧 剁出深一毫米至三毫米的斧迹 以创造在木剑表面挂灰的条件 披麻捉灰 用麻布和砖灰等材料 相互渗透 重叠捉缝 地障 有一麻五灰 两麻六灰 一麻一步六灰等做法 以紫禁城中常见的一麻五灰为例 第一道灰为桌缝灰 用以桌填构建表面的大小缝隙 通灰为第二道灰 通过满座灰 使构建表面达到平整 浑圆 直顺的效果 屎麻也称匹麻 将麻用姜粘在通灰的表面 压麻灰是第三道灰 当使麻工序结束 饼干透后 将灰满挂于麻层表面 中灰和细灰要细得多 其作用在于使构建表面灰层细腻化 磨细砖身 是一麻五灰的最后一道操作工序 带灰干透后 用砂石和细砂纸修磨 把表层的姜皮磨开 随磨 随将生酮油刷在构建表面 在地杖做好之后 依次上电光油 颜料光油和清光油 刷三遍颜料光油 颜色均匀 饱满 光亮 最后再照一道清光油 使油面变得平整光滑 细腻明亮 起到保护木构建的作用 匹麻桌灰 十三道工序丝丝入口 有条不紊 油座最重要的是工底 这座由木头搭建起的城 才能抵御风吹日晒 雨雪风霜的侵蚀 由内及外 由外观内 这是中国古建筑 世行恩旨的抵御 一起一落 走笔尖 一瞥一扬 紫悠然 岂浦落寞之际 彩画跃然于木 彩画作的存在 让厚重威严的木建筑 顿时轻盈 繁华经梦 一窥古艺之美 众族期间 举望还世 天花 门楣 斗拱 梁柱 遍布着以龙缝 卷草 花鸟等寓意吉祥的文样 凝聚了细节之美 彩画作 是为紫禁城建筑梁架 和木构前进行装饰的记忆 他们体现出建筑的等级 也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和习彩画 悬子彩画 苏式彩画 图案的简单与繁复之间 彰显着严格的等级秩序 紫禁城的彩画 主要以青蓝墨绿的冷色基调为主 配以猪丹及金黄等炫目的色彩 颜色对比却又相衬 如今在故宫的修缮中 许多传统的制作工艺依然延续着 为了按原样修复旧彩画 施工前要先进行描榻 把高粒纸喷湿 蒙在旧彩画表面固定 用墨包反复拍打锤榻 按照锤榻出的文式图案 在牛皮纸上画线描图 然后用针按照文式走向 扎出均匀的孔洞 根据彩画文式图案对称的原则 需要在木构件上标示出中分线 将谱子中线对准构件中线摊实 用粉包对谱子反复拍打 使涂粉透过针眼将文式印在构件表面 接着用手挤压粒粉工具 使粉袋内的粉浆经过粉尖子流出 附出在谱子文式上面 成为凸起的半幅雕文式 增加画面的立体感 粒粉要均匀饱满 直线顺直 曲线圆润 彩画的配色也是有秩序的 先刷以清绿冷色为主的大色 再刷小色 刷色时要做到不虚 不花 不透底 彩画的金碧辉煌 离不开贴金工艺的装饰 紫禁城彩画用金量极大 主要线条及笼 缝 宝珠等图案 均立一份贴金 首先在需要贴金的文式上包黄胶 这道工序起到脱色 衬托金箔光亮的作用 打金胶油 在所有包黄胶的文式部位上 再刷一道金胶油 作为金式的粘合剂 贴金 将金箔磁成适当尺寸 贴于金胶油上 再用棉花拢好 把多余的金箔擦去 苗榻 苗榻 粒粉 上色 贴金 诸道工序 错彩漏金 彩画 浑然天成 吉普于直尺之内 落寸在方寸之间 大象无形 木衣锦绣 厚重于轻盈 都镌刻在紫禁城彩画记忆中 纸张铺满之际 听必共为一色 塑进 通透 被光线切割的一道道纹理 传递着紫禁城工匠的精湛技艺 表壶座 是紫禁城中 为室内施以纸张表壶的营造技艺 顶棚 墙面 门窗 在表壶工艺装饰下 不仅为森严庄重的宫殿 增添了轻雅别致的美感 还起到防潮 防尘 保温的作用 表壶座刷壶的酱壶是特殊调制的 将花椒黄薄制成的药包 放入清水煮沸 制成药水 再将小麦淀粉倒入盆中 用热水冲开 接着倒入药水迅速搅拌 酱壶要吸筹得当 防止纸张收缩变形 增强韧性 其中的药材还能起到防虫防住的作用 在表壶前 需要先将旧纸机清理干净 用棕刷占取西浆壶 加花椒水 反复涂刷 才能开始表壶 底纸是表壶的第一道工序 通常采用两纸移布做法 也就是先将两层纸夹一层筑麻布 用酱壶裱在一起 压实成一体备用 上下两层纸纸纵横交错 呈十字状 一横一顺 应纸张纹路顺向拉力强 横向拉力弱 横顺交叉 可以提高纸张的强度 待纸张八成干时 把酱壶涂刷在顶替零条上 把纸四边翻卷 糊到隔岩以内 彻底晾干 这道工序被称为斑布 主要用于宫殿顶棚的裱壶 墙面裱壶做法则丰富得多 第一道底纸裱完后 再辨壶一道底纸 接着糊麻布 糊完麻布后 在纸张香蕉的部位 会有一些褶皱不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要把纸裁成条 叠压起来一条一条的糊 以解决小的褶皱不平的问题 匠人用语称为撒鱼鳞 在照片以后 用湿糊法再辨壶一道纸张 将浸干时 表壶纸张表面便会自然平整 表壶做最后一道工序为盖面 也就是壶最后一道纸张 使表壶表面看起来更加美观整洁 表壶一间盖面纸时 需从后沿往前沿壶 不能间歇 在上面表壶的匠人 要与底下地纸的匠人默契配合 刷壶 地纸 粘贴 一气呵成 在表壶做的传统记忆下 纸张相互吻合 相互牵扯 在有形的直与直之间 也在无形的粒与粒之间 将柔韧与拉力发挥的恰到好处 柔外而任内 也依着中国独有的营造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